我们始终不伴高僧,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8月15日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香港之争蔓延到海外华人社区你站在哪一边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于2019年8月14日,新闻取资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当警察对香港街头的抗议者使用催泪瓦斯时 另一场不那么明显的战斗也在进行,一场为了控制叙事的战斗 数周以来,中国官员一直声称骚乱是由外国黑手精心策划的 本周一,中国官员指责抗议者表现出了恐怖主义的初步迹象,这样的讯息释放是北京舆论运作的关键 已经在全力运作 这场信息战的武器包括来自国有媒体的大量社群媒体帖子 其中一些带有不实信息 当一名提供急救的女子被香港警方击中眼睛时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在其官方社群媒体账户上报道称 他是被抗议者击中 他还指该女子向示威者派遣 中国读者不太可能对这样一个权威消息来源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而央视声称该运动栽赃陷害 将此人的受伤归咎于警察的微薄 点,已超过70万次 十周前,当香港人第一次走上街头抗议有争议的引渡立法时 北京审查了关于这场公民抗命活动的所有报道 但最近几天,他热衷于发布据称为抗议者使用气枪 弹弓和汽油弹对抗警察的影片 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将抗议者描述为 有一批暴徒就是要把香港王子离整 或者是破罐子破摔 这样的描述旨在抹杀抗议者事业的正当性 尤其是在受过教育 本可能同情抗议者的大陆人当中 在海外生活或留学的中国人是中国政府信息的另一个重要受众 他们主要通过微信获取主要新闻内容 微信是一款中国聊天应用 消息在这里受到审查 因此他们通常仍被限制在北京的宣传范围之内 最近一名美国外交官与两名活动人士黄之锋和罗关聪 会面的照片被用来支持北京方面的说法 其外国敌对势力支持抗议活动 周二 一名中国国有媒体工作人员在机场遭捆绑 并被年轻抗议者殴打的画面 在中国社群媒体上大量出现 助长了要求北京对香港进行军事干预的呼声 这样的信息有助于动员华人社区支持北京的官方立场 特别是澳洲 加拿大 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新移民 雪梨一个网站计划本周末举行抗议活动 要求华人团结起来 反对香港发生的骚乱 该网站称 香港骚乱导致澳洲华人受到歧视 实际上 围绕香港的战争正在向海外蔓延 海外华人社区彼此对立 在过去的几周里 从纽西兰奥克兰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 从澳洲霍巴特到哈佛广场 贴满五颜六色的便利贴表达对香港支持的蓝农墙 纷纷被北京的支持者拆除 7月下旬在澳洲昆士兰大学 亲中学生和亲港学生发生暴力冲突后 中国驻布里斯本总领事徐杰发表声明 扬中国学生自发的爱国行为 这场冲突之所以在社群媒体上演 其中一个原因是几乎所有香港大型媒体公司 都由大陆企业高管或在大陆拥有广泛商业利益的集团所有 因此他们本能地采取了亲北京的立场 这使得数字新闻媒体和海外媒体成为舆论斗争的前线 试图直播抗议活动的人和外国媒体显然已经成为警方的目标 最近几周警方直接向一名BBC记者头部开枪 幸亏戴了面罩才躲过一劫 而面罩则被打破 另一名身穿亮黄色媒体背心的记者被三名警察推到墙上 两名记者遭到一群街头暴徒的袭击 一位着明的英国直播者挠了挠肚子 就被一名亲北京的政客公开指责为外国指挥官 再向抗议者打手势 如果不是被如此广泛的传播 这样一个指控倒是可以当作个笑话一笑了之 为了反击他们所称的谎言和恶意歪曲 抗议者开始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 他们的代表戴着口罩和黄色头盔向媒体发表讲话 该运动的社群媒体策略是使用针对不同受众的彩色迷音和影片 包括为老年读者提供带有花卉背景的大字信息 最近几天 中国官方媒体开始分享一些影片 显示武警在深圳举行的大规模演习 1989年 正是这个准军事组织 而不是人民解放军 被用来镇压成都的抗议活动 香港人或许会认为这些挑衅只是虚张声势 但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 表明信息战和争夺香港本身的战斗一样 必将进一步升级 海外华人直播记者采访在温哥华某学院工作的康女士 她说 这个涉及中国身份认同的问题 我家人还有人在中国当公务员 如果必须选边站 我就不得不选择中共这边 否则 我家人公务员的饭碗给没了 中国政府的手段还是封建社会的连坐制 我不想连累我家兄弟姐妹 你懂得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七点 晚上七点半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拜托你订阅点赞 转发或者打赏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支持我们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计时驾赞助播出 订餐电话510-465-1888 请不吝点赞助